来大家下午好啊 今天呢很多人都会有一个疑惑 就是说我们买回来的新的炒菜锅 不锈钢的炒菜锅 牛头牌的炒菜锅 我们要如何开锅 首先呢 你锅拿回来的时候呢 你就跟它洗干净 洗干净了之后呢 我今天用的是电池炉 你用在煤气炉上面也是一样的 你就把水倒 差不多倒一个大分满的水 这个是刚买回来的锅 我们都要先跟它开锅 差不多是一支矿泉水 然后呢 你就准备 再准备一个普通面粉 普通面粉 我们放一个一茶匙就好了 然后 我们再准备 白米醋 白米醋呢 我们也是换一个一茶匙就好了 这样子就可以了 然后这个时候呢 我们就要开开火 开大火 那今天呢 我是用的是电池炉 如果你家里你是用煤气炉 也是一样的做法 跟我的做法一模一样 为什么我要加面粉呢 加面粉的目的呢 是让我们的锅 更清洁 更加的容易清洗里面的东西 那加白醋呢 是洗掉它里面的一些 因为炒菜锅刚出锅的时候 毕竟都会有一些工业油 所以我们就透过醋和面粉加热 让它受热 毛孔放大了之后呢 这些醋跟面粉就会起到很大的作用 会把里面的一些不好的东西 肮脏的东西 全部都可以一粒清洗到 所以你今天买回去的炒菜锅 不管是40cm 35cm 或者是32cm牛头排的 你用电池炉或煤气炉都好 就是先煮一锅水 好让它热 这个时候呢 它就开始滚了 差不多给它滚一个 5分钟到10分钟左右 你看这个水 会不会有一点像 那个我们的洗米的水 洗米水 如果你家里没有那个 普通面粉 或是没有醋的话 你也是可以用洗米水 也是一样的 给它滚一个5到10分钟 然后再整个拿去洗碗盆 洗碗槽那边 我们就把它洗3次 用清洁器洗3次 那我就现在滚好了 大概是5到10分钟了 那我就拿去洗碗槽那边要洗3次了 拿去洗碗槽洗3次了 所以过4次对不对 一样的 我们这个时候呢 就开小火 我们开小火的目的呢 是让它的水干 开小火就好了 这个时候不可以开大 开小火让它的水干 差不多一分钟左右 它的水就干了 水干了之后呢 我们再用 我们炒菜的油 你家里有什么油都可以 你有橄榄油 炒菜油 花生油 植物油 什么都可以 只要是油 就可以了 如果你是用煤气炉 也是一样 开小火给它一分钟 水干到完 干干净净哈 洗完了它的锅会冷 微微的小火 让它的水干 我们还是要让它的 不锈钢的毛细口 让它放大 所以你今天买的不锈钢的炒菜锅 不管是牛头牌的 什么其他牌子 只要你是不锈钢的材质 都可以使用这样的方法 第一个就是你可以用 面粉加白米醋 这是一种做法 另外一种做法就是你用洗米水 也是可以 照我这个方法就做就好了 然后 差不多干的时候呢 我们就准备细油纸 细油纸跟它擦干 这个时候呢锅是已经很热了 好 我们就倒一点油 不用太多 然后我们就把细油纸 涂抹均匀在锅上面 你这样子锅热的时候呢 你来涂均匀 锅就很好涂 不用太多 如果你觉得太多的话 你就再准备另外一个细油纸 这样就可以了 那你就放着静置一天 第二天呢 把那个油呢 吸进去那个钢里面 第二天的时候呢 你再拿来使用 那使用的时候呢 一样的 这个锅呢 因为有油嘛 你就用清洁剂 给它洗干净 凡是不锈钢的东西 一定是冷锅下冷油 什么叫冷锅下冷油呢 意思是说 锅还没有开火的时候 我们是先倒油的 倒了油我们才开火 那如果锅里面有水分怎么办 没关系 用细油纸把它骂干净 我们倒油才开火 今天不管你是用 煤气炉也好 或者是用电磁炉也好 只要你是使用牛头排的炒菜锅 一定一定有一个结窍 就是冷锅下冷油 只要你记住这个方法 你煎鱼煎鸡蛋都是不会黏的 所以今天我就跟大家介绍 不锈钢如何开锅的使用方法 OK谢谢大家